这次烈荣航空的班机迫降 机上总共有74名旅客全部都下坏了 就连安全下了飞机都还惊魂未定 直呼遇上了迫降真的是太可怕 而松山机场为了要抢修跑道 关闭了3个小时又23分钟 直到下午2点半才恢复起降 一共影响了31架次航班 2832名旅客 是挤爆了整个机场大厅 苦苦的等候 是不是有这个候补机位 或者是其他的消息 甚至有些人原本就是规划好 离岛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 旅客就指控了 立荣航空的处理态度消极 只说班机取消 却没有说要如何补偿 痛批立荣很不负责任 历经迫降惊魂 既上74名旅客戴着口罩 也藏不住惊恐神情 还得要一旁消防人员搀扶 才能缓缓走下飞机 旅客边走边往回看 甚至弯下腰 就是要看个清楚 飞机轮台到底出了什么事 立荣班机破降 松山机场就怕会起火 大批消防车救护车 也在一旁待命 气氛紧张 索性乘客和机组员都没受伤 但就算已经离开机舱坐上接驳巴士 迫降时全机剧烈晃动 加上巨大声响 都在旅客心里留下隐隐 那就不用像我们这么惊险了 松山机场外头跑道 忙着疏散乘客 立透大厅更挤满了 班机被delay的乘客 有人干脆不等了 该搭船去离岛 搭三点的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全部都要坐 那个计程车 有点无厘头 有点傻眼 南马祖三日游变成松山半日游了 10号早上11点07分 立融航空迫降 松山机场为了抢修跑道紧急关闭 直到下午两点半才恢复起降 机场关闭将近三个半小时 一共影响31个航班 2832名旅客 立融很难发 确定要这个航班它要取消了 它还是没有表示 那我们的便当是我们旅行社 千里条条买来给 知道我们肚子饿买来给我们吃的 他就最后跟我们讲说取消航班 然后叫我们去办退票 就这样子而已 一大群旅客原本安排好的 离岛旅游行程 这下通通被影响 痛批立融航空 只说取消班机 却没说后续怎么处理 相当不负责任 一次迫降意外 烧出飞安问题 更烧出旅客怒火 街道连明州台北采访报道